小公女 哎呦 難得看得你這麼開心啊 哎呦 最近在追劇啊 還有什麼新劇啊 安利我一下啊 今天是個綠綠工作室啊 最近在演的風鬥大戲啊 是 一口 先是蘇仔翔得熱中最熱的左膀右臂 然後是內服的徐大人 訪伴了鞭血的鷹犬 蘇仔翔另一口 罵徐大人帶頭作讓 蘇仔翔最近跟演唱歌的關係也是很緊張耶 這個派系大亂鬥 偵刺機 一個蔡娘娘 可能馬上接下來就要對蘇仔翔 哎呦 這個一集一集一集的啦 我這個手機流量都不夠用了啦 對呀 他們整天說什麼法律優先 一定不變成塔位優先了吧 小丫子怎麼突然賴我 最近他旁都不敢進 社區負責帶水軍了嗎 對呀 大家就去看 他說什麼 美國爸爸威武霸氣 中間在領台灣重回島就會兇 他傳假訊息啦 那關起來關起來 哎呀 還不是最近美國又宣了一個什麼空投法案 讓巴昂西又高潮了啦 哎呦 美國老的鬼話也能進 哎 那我怎麼也有簡訊啊 哎呦 小丫子都英啊 他講什麼他講 你看 哼 大將軍 你放心 台灣要硬起來了 以後再也沒有小夥伴敢跟我們斷交了 蛤 在我的背後就是美國啦 美國通過台北法案真的莫名其妙 美國不准其他有關與台灣斷交 但是美國自己卻不跟台灣建交實在沒本事 更何況台北法案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條文 就是他要鼓勵台灣參與非主權獨立國家所能參與的國際組織 這不就正好說明了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所以美國通過這則法案表面上是在幫助台獨 實際上反而是承認台灣不是主權獨立國家的作為 真不知道獨派人士在高興歡喜什麼 難道他們的大腦都跑到海水裡面去了嗎 這個台北法案的通過讓綠營還有當時投給參與 所謂的817各個都很興奮 認為美國是真的想幫助台灣 但是我們從這個法案的實質內容來看的話 它完全是一個非常沒有拘束力 也就是說對美國行政部門沒有任何拘束力的一個法案 而且台北法案也等於是說踩了北京的一個紅線 那等到疫情過後可能北京的反擊就會來了 那這個綠營也希望他們趕快迷途直白 修補好兩岸關係才是王道 美國國會通過再多的友台的法案 從過去我們所謂的所謂的台灣旅行法 國防授權法等等來看 都是沒有那個所謂拘束力的一個法案 其實這些法案的通過只是激怒北京而已 對台灣真的沒有什麼實質的一個幫助 所以說民進黨也不要高興的太早 哼老美通過那麼多奇奇怪怪的法條 但是不要啊 就最好真的有去幫著台灣 唉唷不要說幫了啦 今天這個什麼台北法案 我都看下去啦 娘才有病豬病牛啊 你食品啊 都要為了台灣人嘴裡了啦 唉唷真恐怖耶 我才不要吃蜂牛 那你不是整天吵的要加入世衛嗎 台灣人的飲食衛生說不夠了嗎 你說什麼 說什麼 唉唷抱歉啦 我聽到你的快線啦 唉唷你覺得有像嗎 唉唷娘最近其實也是被打臉到見小燈熟了 唉唷都快對世衛脫粉回彩 唉唷真的以為喔 美國撐腰有用嗎 那台灣關鍵呢 是要跟對岸搞好關係啊 這就叫做 人家還說 美國爸爸會幫娘娘鞏固幫腰的咧 對台灣不好的都會制裁喔 他多年以前喔 他是美國先撐下台灣的咧 就是 哎呀他現在 他現在制裁誰啊 大黃的長裙 蓬鬆的頭髮 大黃的長裙 蓬鬆的頭髮 大黃的長裙 蓬鬆的頭髮 大黃的長裙 我自己制裁我自己呀 好會被笑到吧 對唷 愧得蔡英文還能整天尬吹 說他跟美國的關係好到死無前例啊 哼 姓蔡喔 姓蔡的這幾年喔 真的是 親一個小夥伴喔 真是死無前例的啦 所以說喔 這人喔 騙子賣是天丁 騙人賣是無敵 騙三賣喔 那是大黃的耶 他說的喔 蔡英文喔 他喔就是超過的啦